詞曲 詞曲 初約 李仁爺 媽媽都會抱我 抱妳喔 爸爸呢 爸爸每次都會跟我玩 然後也會抱我 他們就是會親為一下 真的喔 什麼個親法 有的是那些 有的是抱的 然後親 然後有的時候會假裝黏住 假裝黏住喔 抱假裝黏住 這樣表示什麼 就是很愛 就這樣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們的慈悲心 讓這個世間沒有殺戮 世間沒有恐嚇 世間的生命不會得到威脅 它都可以得得很安穩 這是奉行的意義 還要親切一點對生命的尊重 大自然作為生命 對它生存的權利 不因為它是微小的 或是說他們的生命比較不像我們人類這麼有思維 它是比較愚笨 我們就欺負它 親戀它 不可以因為要發揮人道的精神 不可以說我有辦法 我就給你吃虛虛 那這樣它不是一個人類應有的文明的一個表現 個人在接受放生活動以前 坦白講 沒有放生過 好像印象裡面沒有放生過 殺身倒是有 所以 可能多數人或許也有這種情況 因為要接觸放生 其實 要有很好的因緣 那麼一般呢 在日常生活裡面 倒是 有時候 有意 無意 當中呢 會犯下殺身的過失 那 之前呢 對於這些動物呢 有一個錯誤的 我們有一個錯誤的想法 認為說 這個動物這麼小 或者是這麼不起眼 或者是好像對我有妨害 那有時候隨手或者是不經意的一個動作 就結束它的生命 認為這樣好像沒有什麼 但是呢 在我慢慢接觸佛法 還有這個 參與這個放生之後呢 我比較深刻能夠體會到說 人類以外的這一些眾生呢 跟我們人一樣 都有 這種靈性 那麼他也會怕痛 他在被傷害 要被剝奪生命的當下呢 他一樣會恐懼 求饒 乃是痛苦 或者是稱恨的那種感覺 他跟我們是一模一樣的 那有了這一層體驗之後呢 欸 你看到眾生呢 在要被窄 被傷害的時候呢 你就會比較有那種感同身受的這種心靈 會激發出來 我們在舉辦這放生活動的時候呢 我們呢 也就 這個 找呢 這些專家學者 來探討呢 這個放生 這類的這種問題 那麼我們 也希望呢 在這個放生呢 能夠做得更圓滿 就剛才所講的 這個生態呢 它其實是非常專業的 並不是呢 這個 我們一般人士呢 所能夠考慮到的 這些的這種範圍 那麼我們透過呢 這些的專家學者 來提供我們這些的資訊 那麼以最適當的這種方式呢 來做放生 我們這一次就是在 之前的一個禮拜之前 我們就去對這個環境做評估 然後我們有採水 然後做水中的融氧 阿摩尼亞 COD BOD 這一方面 然後我們再看看 水中的藻類 或者是動物性肥油生物 到底它的量有多少 這個我們先做 預期評估之後 我們才有辦法說 這個魚放下去之後 它到底有沒有食物可以吃 然後這個水 它的環境到底 合不合適它 在這一個 這一個區域裡面生存下來 如果說 某一種魚類 如果它喜歡吃動物性的 肥油生物的話 那我們就放吃動物的魚類 然後如果說 它如果偏向比較 綠實性的 是藻類的 那我們就看看這個區域裡面 到底藻類多不多 我們這一次選了 主要是石斑 石斑在這個區域是 有很多 所以說 完全是 配合到這個環境裡面的 這個 這個魚種 其實放生跟環保之間 要說衝突嘛 也不見得水有衝突 要說衝突嘛 就是說你放有的這個魚種 如果是帶病的魚種 或者是不是 原產地有的魚種 當然是會對環境有很大的衝擊 因為你不能說 那一隻放不到我就不要放 我們不能說 人們都發瘋會死 但是吃飯都發瘋 不然我就不要吃了 你也是要吃了 要吃一天算一天 那麼出生他今天要死了 你把它放下去了 他不要再死去 或是去讓大地生了 他多活一天 他有一天的死夜 我們就做了一天的死夜 你就有一天的功德 你如果去看魚 那個魚 你把它放出去 那個魚 它會蹦蹦亂跳的時候 感覺說 那個魚好像很歡喜 你知道嗎 我們看魚這樣跳的時候 我們也覺得很開心 感覺說 這個我們怎麼放出去 是有的季節 我會覺得放生 就好像是放我自己一樣 就好像那種 什麼事情都覺得放了一樣 很自由的 從我們的手中 這個 那個跳到 或是游到大海裡面去的時候 哇 那真的是 我們可以感受到 這個他的喜悅 這個應該怎麼解釋呢 嗯 重生一樣啦 生命獲得重生 用重生的喜悅 所以 我們經常這樣做的時候呢 我們就帶給眾生快樂 生命給放進去 然後讓他們 自由自在的在這個環境中生存 這個我也相當的感動 另外一個就是 這個放流 不僅 也是另外一個正面的教育啦 對一些 對一些愛心 正面的教育 如果以佛法來看起來 因為佛陀 他有佛言 有法言 有慧言 那麼他以這個慧言 去觀察到這個生命的重生 用天你就可以看到 就看到生命的輪迴 那麼生命的輪迴之中呢 因為你這個沙葉 它放生 為什麼要放生 因為有沙葉 我們才要放生 如果沒有沙葉 我們就不用放生 那這個沙葉 會造成啊 人間的怨恨 像我們叫 冤親在子啦 我們古代這個禪師 用千百年來管理根 那冤生難舔 恨難平 欲知世上高兵節 淡天圖蒙夜半生 因為這個沙葉之中 出生雖然死了 他帶了一個恨 那麼恨的中間啊 當然他會拼 人也帶了一個殺心 這個真的一個葉 那麼這個葉啊 一天兩看起來 這個葉它不消失了 那麼人啊 生命是輪迴的 在輪迴之中 生命是互相轉換的 你不要看他低級的生命 他有一天會轉換成高級的生命 不要看我們是高級的生命 有一天會轉換成低級的 所以生命的輪迴之中 因為這個沙葉它業在 到時候你還要受爆 那麼這個爆呢 永遠不足惜了 冤冤相報何時了啊 它不足惜了 那麼人生永遠在痛苦的生命 爬不出來 所以這個 以佛遠看起來 殺生就有這麼樣的一個災難 那麼我們呢 相反的我們戒殺 我們不只戒殺 我們人家上沒有放生 那麼放生呢 相反有非常大的功德 那麼功德力呢 就是依照這個沙葉的災難 你放生反而得到它的 相反的一個福報 那麼你培養你的仁慈心 儒家講人則受嘛 那麼受就是一種福報 那麼你不殺生 有這個仁愛的心的時候 那麼你就會增長你的福德 第一個你免到這種刀兵 可以殺害的劫難 那麼呢 第三呢 佛法裡面呢 他講那個 那個沙葉種的人呢 他病 短命 那麼你放生過的人 那麼他呢 可以免吃 很少病痛 可以長受 生活可以安樂 佛教裡面講沙葉呢 沙是遺暖 悲是拔苦 我們沙葉眾生呢 不要 我們要是這個 用這個沙葉呢 以眾生一種的快樂 不要傷害它 我們要是 想要拔出眾生的苦惱呢 當然要是 釋放眾生的生命 使眾生的他的生命 我們也可以繼續生存下去 不要使得他 有這種 這個 鼻爪呀 鼻傻呀 鼻絲如呀 這種苦惱的 苦惱的現象 這樣子 我們現在算是寬容 現在算是 執北 人人愛惜生物 人人愛惜生物 生物也有求生存的本能 生物也有求生存的本能 大難來時 大難來時 他們心中 他們心中 一樣明明白白 一樣明明白白 只是有口難言罷了 只是有口難言罷了 在大陸 在這個九華山的這個雜誌裡面呢 曾經呢 有報導 有關於動物方面 這樣一個感人的這種故事 有一隻這個小猩猩啊 那麼獵人呢 在追捕的時候呢 拿著獵槍 瞄準呢 這隻小猩猩 那麼這個小猩猩的這個 母親呢 看他獵人呢 他的這個獵槍呢 是他的小孩的時候呢 這個老猩猩呢 馬上呢 鋪錢呢 這個抱住獵人的這個槍口 對準他自己的心臟 不讓呢 這個獵槍呢 這個傷害呢 他的這個小猩猩 我們獵人呢 看到這一幕的時候呢 非常感動 從此呢 他就不再捕獵了 我記得我小時候 我很喜歡年蠶 因為蠶呢 在我們小時候 老是告訴我們蠶是害蟲 所以我們 我常常帶著我弟弟妹妹 然後在夏天的時候呢 到樹下 然後我用竹竿 然後在竹竿頭 黏上這個 蒼蠶 黏蒼蠶的那個膠 然後就在黏殘 那麼去年暑假呢 我就想要把我 童年的這些生活呢 然後來跟我的兒子 一起來互動 那麼殊不知啊 當我第一次 把這個殘蛾黏下來的時候 我就突然看見我的大兒子 那麼很著急的 對著我教說 爸爸你不要再黏了 你看殘被你黏著 一直在叫 翅膀一直在抖 那麼那個沙拉之間啊 就讓我感受到 哇原來我們的小孩啊 在這麼小的時候 就對生命有感覺 就有這麼好的一個 佛性慈悲靡的天性 那麼這也是我從 我跟我小孩子的互動當中 所體驗到 生命教育當中的一些 人生的道理 其實 放生是一個非常好的生命教育 那麼它最好呢 是從小就能夠融入我們的心靈 融入我們的生活當中 這樣的話呢 整個社會呢 就會充滿著祥福 沒有這種暴力之氣 那麼也可以避免掉很多這種暴力案件啊 或者是乃至於最近有很多這種自殺的這種情形 那為什麼會 社會上會有那麼多的這一些 犯罪啊 暴力啊 或者是 自殺這個事件呢 這個最根源就是 對生命沒有一個基本的認識 沒有這種尊重生命的這種觀念 那有時候呢 我們從小到大會接受很多這種 一些訊息或教育 但是這些訊息或教育裡面呢 很缺乏這種有關生命的教育 但是呢 它又是我們成長心靈裡面最重要的 所以呢 在放生的這個場合裡面呢 的確有很多的父母親帶著小朋友全家一起來參加 這個實在是非常非常好的一個親子活動 以及很好的生命教育 這個小朋友啊 一起來參加了我們放生會的這個放生的這種活動 我個人呢非常感動 因為呢 這個從小就培養這種自非心 他看著大人這個放生呢 那麼小孩他的模仿力呢 本身就能力非常強 那麼在這 這個看著大人呢 在放生呢 這當中呢 小孩子呢 五行呢 也培養著這種慈悲的心 一起呢 對這種生命的一種的尊重 他看著魚兒呢 在水中呢 這樣子自由自在的飄游的時候呢 小孩子呢 他會產生一種的喜悦 那五行中呢 他就會呢 對這個 這個生命呢 就產生 就是呢 一種的尊重 以及呢 五行中呢 也培養出呢 他的這個慈悲心來 我看到很多放生的他 放完以後呢 都很微笑 他回去了 他說雖然很累 他心裡很高興 每個人呢 都這麼告訴我 他呢高興呢 沒辦法形容 比吃什麼好東西還好 比什麼去參加什麼宴會啦 看什麼歌舞劇啦 看什麼都還好 那種感覺喔 所有的感覺裡面沒有的 所以我自己的那個感覺 我就認了 大地一片祥口 那種祥口呢 不是很激烈 也不是那個 它是一種長遠的 好像在明明的大宇宙之中 在這世間的生態 是一個非常長遠的祥口 那種讓你取出不經 用出不起來的那個 淡淡的一種長遠 當然佛法講放生 不是種在畜生啊 因為佛法是種人類的 以人類為主 所以還是 放生是為了推廣人文思想 因為這個生命啊 已經悲慘太多了 悲痛 太多了悲痛的事情 所以在人類裡面 我們不要再做增加那種悲痛的事 我們就能夠減輕那種悲痛 讓這個我們自己安樂 讓大地一切中心都安樂 生命是平等的 我們看到啊 我們的生命 別人要來殺害的時候 那多麼苦惱 那麼我們也想到啊 其他的生命 我們可以買它來放 把它放出去 使它的生命繼續存在 繼續能夠環繞下去 環繞在世界 所以想對我們的生命 是一樣的 人家殺害我們 使我們的眾生如 我們殺害眾生 使眾生的如 那其不是一樣的 但是我們能夠把它 美了 釋放 讓它繼續活 我們生命一樣的平等 生存在這個世界 所以那個環繞性 自然就生起來了 一隻 兩隻 三隻到下 四隻 五隻 六隻到下 七隻 八隻 九隻到下 十隻到下 古里 一隻把雲 兩隻到下 九隻到下 九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